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里是印度 是一个充满宗教神话的国度 在44年前 有一个台湾大学生 来到这里单一任国际志工 却再也没有回去过 四年后 他的家人再度踏上这片土地 寻找他生前的最后足迹 我来自台湾大学生 我选择这些设计 因为我喜欢这些设计 因为它们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希望让他们有更多的资讯 学习 因为他们没有很多资讯 学习 所以我希望 我职业的工作是 去网络 以为民生来 来到这里 学习 我是不是我太宠爱了你 是不是我太放心了你 才会让你一个人独自的走进陌生宁渡的山里 说这是捕捉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啊 苏联的我叫这些心爱的走 叫这些心爱的腰位 你是我心看不悲 你是我的心看不悲 我们这次要去药维做志工的幼儿园 我想说我们这次刚好也有去那个地点 所以我给一些小朋友买了几盒的铅笔跟蜡皮 还有橡皮擦 我想说去给那些小孩子一点小礼物 这样子 这次药维的房间 这次我要去印度就是在他的房间准备醒了 这个是药维当初的时候去印度的时候 他背了包包 所以我这次就是用他这个包包 还有他最喜欢的帽子 我们一直把它挖在那边 可能这一次我也会带着那顿帽子过去 四年前我们的独子 药维去印度当贫通的志工老师 他说过因为那里太贫穷 所以他要去 没想到却在顾亲节的那天 遇到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我和妻子女儿强忍的悲痛到印度去处理药维的后事 从此之后我们一家就笼罩在被伤的迷雾中 我常常独自待在药维的房间承受伤痛 却忽劣了太太和女儿也和我一样 正在经历失去家人的痛 药维他离开了四年了 我心中还有非常非常遗憾的 就是他要出发到印度前 他说我要出发去印度的时候 你送我去桃园机场好不好 可是我仍然回答跟他说 你出国那么多次了 你应该可以自己处理的 你自己搭车去就好了啦 所以他在出发前跟我提了三次 希望我送他去机场 我没有做到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我心中 很大很大的一个痛 四年过去了 我跟我太太说 走吧 我们去一趟印度吧 再痛我们都要去面对 如果不迈出这一步 我们的心血永远都不会打开 不只我们两老 我的宝贝女儿季营 也要和我们一起去印度 好在要回去印度的时候 每天都有写日记 让我们可以照着他的日记 去走他在印度走过的路 四年还没有去印度 不过也不会说到觉得悲伤或什么 就是觉得说 就是去啊完成一个心愿啊 然后陪父母亲走一走这样子 要伟跟他姐姐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在要伟还很小的时候 我们会忙于工作 其实他姐姐照顾他的时间 甚至有时候是会比我们还多 所以我们三个这一次 希望是真的能够 在我们心里上真的能够放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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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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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ff 你都在背向 你哑估了 如果要為四年前在做的事情 也是有一點為他們感到高興 我跟我弟弟感情其實非常好 所以我大概可以揣測出來他當初的心情 我覺得他當初應該是會認為說 他來到這邊應該可以做什麼大事 我覺得他自己好像是可以改變世界 或是說改變他覺得他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我相信他剛開始來這邊一定是寄期待 可是又有一點點小小的恐懼畢竟未知 可是其實我相信他一定是興奮 還是興奮多過於恐懼 四年前我兒子的志工之旅從這裡開始 四年後我們才追上他的腳步 來到他在印度里程的起點 雖然這只是第一站 但是我已經開始感覺到藥尾的氣息已溫暖 所以這個是藥尾曾經住過的地方 所以地板是一樣的 所以地板是一樣的 然後睡的是那一間 然後睡的是那一間 睡的是那一間 對 暫時 不是 然後他那個永久的是那個 那個花蜜的那個 我們拿著照片 想找藥尾當初住的那間房間 卻沒有一間跟照片對得上 說真的心裡滿且喪 畢竟來這一趟不容易 我們不想錯過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不想錯過任何一個地方 我希望這樣 因為這裡沒有其他地方 而且這裡也一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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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印象走到那個房間 跟看照片裡面的房間的時候 就覺得說 這個孩子還是要那麼亂 裡面 他的相片 我就印證到那邊的床 他們淋淋亂亂的這個背包行李 都是在 那是屬於年輕人的世界 所以 所以 我 變成莫名的喜歡那個房子 所以看到了 看到 看到要為住夠的房間 我們很開心 但是也想到 那個活潑的兒子 再也不可能回到這個房間來了 心情又忍不自地往下沉了 那是屬於年輕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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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來的這個地方並不是他們當初要為在教課的地方 但是是這個幼兒園沒有錯 這就是 他那時候教課的時候的狀況 你們就很喜歡這個房間 讓我們會知道 看到一邊的房間 就是 一邊的房間 就是 一邊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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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們會換到另一個比較容易的房間 把雙手的房間 今天來到這個幼兒園 耀維的日記裡面有一句話 真的讓我很同感很感動 它裡面這樣寫著 因為這個世界有太多的不平等 如果有兩個小孩出生在同一個時間點 而且家庭的環境很貧窮 一個出生在芬蘭 另外一個則是在印度 那兩個小孩的未來他一定差很多 那就是因為出生不同的國家 所以說他一出生的話 就是有很多的不平等 他也裡面一直寫 因為貧窮所以我在這裡 你看那些小朋友多麼的可愛 如果他生長在台灣 從小就一直被呵護的長大 那這一篇的話 當然你看就沒有辦法進來 這是我很深的感受 在過程中還有小朋友哭著跑掉了 是我幫他擦鼻涕的那一位 感覺他很純真 在任何的國家裡 小孩都是很純真的 但是是環境把他們的純真慢慢地帶走 我覺得 我覺得講的真的是很有感覺 我覺得全世界的小朋友 真的好像都是非常非常的天真無邪 只好看到小朋友好像就會忘記 其實我們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然後送卡片 送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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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媽媽你們過來看一下 好漂亮喔 還有要偉的照片 好漂亮喔 他說我們愛的總不會走遠的 儘管我們看不到 我們聽不到 可是他總是在我們的左右 而且是依然愛著我們 還是會思念之後 我們最親愛的這樣子 一直都還是非常親愛 這是 這是今天老師送給我們的 也把我們的名字 寫成印度文了 所以這個禮物對我們來講 意義非常的非常的重大 要偉曾經在這裡陪伴過孩子 差不多40天的時間 所以這個孩子的愛 應該是有留在這裡了 要偉當初來這裡 教這些孩子英文 現在他也教導我們 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以往印度對我來說 只是生意上有往來的地方而已 我透過要偉的職員 讓我們看到不同的印度 要而幫我們上了寶貴的一刻 我們現在所站的位置就是埃羅拉石窟 從普納過來這裡大概要開車 要有六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現在所站的位置就是埃羅拉石窟 做職工工作之後就曾經到這裡來旅遊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看完整個所有的石窟 於是在他的日記上就寫下來說 我一定要再來印度 要把所有埃羅拉的石窟全部都看完 今天就讓他的家園來幫忙他完成這個夢想 我們現在的地方就是第十二窟 那瑋瑋在日記裡面有特別提到說 在這十二窟裡面有很多的佛像 我們就到裡面去看一看 好 這裡應該是要偉所講的 因為已經到了三樓最高層樓了 我們去看看 這好像是要偉拍照的地方 對 好像就是 好像就是 對 就在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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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第十六窟 那瑋瑋特別在日記裡面寫到說 這窟是讓他最感動的地方 所以我們邊走邊看 看看你能不能夠感受到瑋瑋的感動 因為你們應該是最了解他的 對 對 我覺得應該是在那個山頂拍過來的 應該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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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位置沒有錯 就是爬那個山坡上去 它放在那個上面 對啊 是上去那個山坡 對 我們在十六窟內 一直找不到 要偉拍照的位置 所以我們決定走出十六窟 從旁邊的小山坡 往上走走看 爸爸請你幫我們念一下 要偉他在日記上寫的 我們逛完了古廟 我們繼續的往山坡上走 所看到的景色真的令人感到震驚 感到人類的渺小 那媽媽你站到這裡 我們剛剛找了好久 來到這裡終於找到了 你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看下去 真的是很神奇的 古人為什麼有這種辦法 能力造這樣子 這麼神奇的神廟 真的是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對 我也是這個感覺 尤其不僅是這個神廟 從這個位置看過去 整個心曠神明 那古廟這個更不在話下 真的很棒 登頂之後一陣風雨 來得又急又快 我想可能是要偉再催促我們 趕緊去幫他圓夢吧 現在這裡就是第十一窟 那從要偉的日記裡面 我們看到說 從第十一走到第十的時候 他的朋友就把他叫走了 就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看完 所以我們就 後面到十一窟 幫他看完 對 剛走進去的時候 佛祖好像是在 跟我 好像在說 你來了吧 你 你 你終於 你終於 你終於來了吧 你終於 你終於來到這裡了 我想大的佛陀 應該默默地告訴我 你的兒子很好 他在另外一個地方 還在行善 還在做好事 因為我弟弟是很年輕 就離開了 所以在台灣的風俗習慣是 父母親是不能拜他 是不能幫他做任何後事的 那所以我弟弟的後事 都是我在幫他處理的 到了活化場 之後別人都是兒孫滿堂的在送 只有我弟弟的管務是 就是我們幾個人 對 所以其實我弟弟剛離開的時候 我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因為我會覺得說 這麼好的一個人 他如果留下來 他可以為這個社會做多少事情 那現在也已經過了四年了 我現在慢慢地體會到 也許佛陀要讓我們去了解 我們才是應該要去想 可以做什麼事情 替他完成什麼心願 看了這麼多的千年的佛像 心裡都比較平靜 平靜一些 那個佛都掉了一點 好 多釋放一些出來 他沒有看完 來不及看完 這邊 如果 我的兒子在我旁邊的話 我最要告訴他的是 兒子真的你很胖 真的 我 我以你為了 威威啊 媽媽跟爸爸跟姐姐 也把你的心願完成了 我想你在天上應該 可以感覺到我們今天 來到了你一直掛念的石窟 我 我們 鼓起了勇氣 來到了這邊 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能夠放下你 你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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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不要掛念 爸爸媽媽跟姐姐 你 你就 自由自在的去吧 身為一直想保護家人的 一家族子 看到棋子掉淚 心裡萬般的不捨 但來到這裡 不僅是要幫藥委員們 同時也是替我們自己療傷 所以我想 就讓我們在這裡 好好的哭吧 好好的鮮謝 讓眼淚洗滌傷口 才能慢慢癒合 是 他們真的太快了 一定是一開始 要用 哪邊啊 有 我都覺得一百差不多啦 對 你都跟它講一百 不然不要隔壁有一個 Stay Mike 當藥尾研夢之後 我們離開北印度 來到了新德里 當年派駐印度 協助過藥尾後世的陳上校 是我們在新德里的地培 為了歡迎 Welcome back 所以我們蓋了一條新的高速公路 原來四個小時路程 現在大概縮短到 兩個半小時可以到達 那我們現在就去泰吉馬哈林 全世界七大奇形的其中之一 既然來到印度 沒有來泰吉馬哈林 就不要說你來過印度 我也是第一次要到泰吉馬哈林 因為我來印度四、五次 其實像陳上校所講的 如果沒有去泰吉馬哈林 就不能講說來印度 所以我應該是這種情況 沒來過 是 這四年 印度和我的心境一樣 改變了很多 崭新的公路 通往藥尾生前 最後參觀的景點 泰吉馬哈林 這裡見證了偉大的愛情 藥尾也在這裡 留下了最後的聲援 我們想要做同樣的照片 你們知道哪裡要來嗎 看我看我 來 跟我來 來 你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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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顆有 他在講就是 討厭的黑麗糖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OK 到了 來 這樣有 這樣有 這樣可以有 來 來 看這裡 看這裡 YES 這個 姐姐剛才 本來漂漂亮亮的 你看 都已經全濕了 我的衣服都濕了 我現在裡面沒有穿 不能啦 我不要看 是吧 他们讲说太极马哈林很难得下雨 我们在想应该是耀伟希望我们早一点 到那个地方跟他碰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往那里的路上 耀伟当年是在参观太极马哈林后 前往新德里的途中发生车祸 其实他隔天就要回家了 为了重返失事地点 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准备 看着窗外景色灰色 天色渐渐昏暗不明 但是记忆中的影像却越来越清晰 太太和我并肩坐着 我们虽然没有交谈 但能感觉得到彼此心情都是欢腾不安 应该在过去 应该在过去 应该全部都是居住的呀 真的不是这样的 以前左右两边都是倒天 一线都没了都被砍掉了 現在的時間已經很晚了 因為我們在路上塞車 然後今天又下雨 來到這裡之後我們發現 所有的景象都改變了 建築物也都變了 按照照片我們要去找也找不到了 但是劉媽媽還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從這邊走一趟 即便沒有找到那個點 但是最起碼我們走的這一趟 我真的感覺應該是在前面一點 因為它的轉彎是這樣轉的 我覺得這裡比較像 大概這裡 那我們旁邊要不要停一下 請他就旁邊停好嗎 請他旁邊停 那邊也有一些樹 可能是這一段而已 就這一段 它剛好是轉彎過來 所以這樣後面一點點 你覺得還要再往後 我覺得這樣後面一點點 這可能是這樣那一段 我想說應該是這一段 這一段到前面那一段 可是具體是在哪一個位置 我都不知道來搬什麼的都不一樣 這樣子好了 我們既然來到這裡 那藉著這樣的一個機會 你把你心裡面想要跟葳葳講的一些話 我們就在這裡 我想 印度這裡應該也沒有什麼好留戀的 就跟我們一起回去了吧 就是這一次 我們再回來 這一個地方 這一站 我是 最 最主動的 而且 我希望我的兒子 不要 回去了 就不要再來這邊留影 不要再來看 到世界其他的地方 想去的地方 看 我覺得他應該已經離開了 只是可能我們心裡還放不下 放不下 那 你們就 在這邊 安靜一下 悼念一下 然後等你們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 轉頭 然後再上座 你們可以花一點點心 了 麻煩 我們 想說 他們應該是在這裡 這一陣子 要很確定是在這裏 應該是這裏 不再 這一陣子 還是這裡 在這裡 應該是這裡 應該是這裡 在這裡 這個 現在不到這裏 Zither Harp 回程的路上天色很黑 但是心里觉得有盏巍巍的灯火被点亮了 我们终究都有勇气再来一趟 我们知道走够要为死亡的那个地点 我们就能够获得重生 那天晚上 重为要为出事的地点 走完要为生前最后的路 也算是替了要为以我们自己沿了这个梦 当年在我们最悲伤最脆弱的时候 驻印度代表处孙姿温暖的元首 有了他们的帮忙 才能够让要为的大体完整地回到台湾 所以四年后 我们来法表达感谢之情 我们也很遗憾这件事发生 但是呢 这件事的结果 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好的趋势 今天很高兴在看到你们三位再过来 那也看到你们的表情觉得 好像一切都已经敷衍了 而且你们蛮有勇气在走回来的 也很高兴在看到你们 这件事不是很简单的努力 而且这件事是很心疼的 但是你们真的尝试了最好 但Belinda也一直在跟着我 所以她也需要一些东西 因为整晚都很重来 我们家里的人 所多感谢大使馆 尤其我见到这两位 真的内心 说不出来的感谢 包括陈上校 真的不年不休的 在帮我们准备这些资料 也很顺利的把它带回去 据我所知 这四年来 他们都不太敢去想印度这块土地 所以今天他们能够 这样大老远来这一趟 我觉得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跟容易 所以要再次特别的谢谢 你们的帮忙 然后也谢谢你们自己 除了驻印度代表处 位于新德里近郊的佛光山 四年前也替药伟 举办法会 我们来向慧贤法师自感谢之意 而法师也为药伟再举办一次佛事 很喜悦就充满花喜 应该最大的感受是整个心灵 好像全身洗涤了 所以在这个法会对我来讲 是相当的有意义 要为走了之后 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到我的梦中来 可是过了四个多月之后 他才让我梦到他 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梦境 整个天花板是布满了水晶灯 然后我看了他的衣服 那T恤这边也有点脏脏的 然后裤子也都有一点 好像泥土这样脏 有一点点的脏脏这样的感觉 我说 韦韦啊 你怎么都不回来看妈妈 然后她就 头就靠在我的肩膀上面 她就说 妈妈啊 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所以我还不能回去 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印度这个行程的最后一天了 走了这么多个地点 然后也看到刘爸刘妈还有姐姐心情上的转换 我很确信这是一个疗愈的旅程 所以在要离开之前我想也让我们跟所有跟着我们一起呼吸的观众朋友 再描述一下在整个路程走得下来之后 你们现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就在这一次整个行程下来都充满的感动还有充满喜悦 当然没有 没有已经少了那一份那种放不下了 认为说药远当出来是对的 也把这一份爱留在印度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妈妈呢 这一趟的旅程应该对我个人来讲 我的心应该这四年来我积压了很重的一个悲痛 在心中可能这趟旅程对我来说 是我一种悲痛的释放 所以知道药远在印度四十多天 我们走过的这几个点 我看到了她在做什么 这个孩子我是觉得我很很欣慰 有一点我想要跟你们家人分享的 我觉得我们就这样来想好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 如果我们不在了 我们希望孩子想到我们的时候 会是带个什么样的心情 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了 我应该会希望我的孩子只要想到我 他的心是温暖的 所以我相信药远会希望我们 从现在开始想到他是要带着微笑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放在心上 包括姐姐都一样 这四年来你们失去了儿子 一个你们很贴心的儿子 但是姐姐失去了弟弟还有爸爸妈妈 因为她的梦她的家庭 她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期待也碎了 但是经常在我们碰到这么大的剧痛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注意力放在药尾身上 这个是人之常情 但是当我们现在可以释怀了一些之后 我们可能也要把那个空间拉出来 把姐姐放进来 这几天看下来 你们两位的眼睛在找药尾 但是她的眼睛一直都在你们身上 那我刚刚说这些话 不是让两位觉得有什么愧疚不是 而也就是因为这个过程 让我们更了解 更看到这个家庭的力量 就是我以前小时候 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我知道我以后要成为什么等等这些 可是在弟弟走之后 我一个朋友就问我说 那是我很久的朋友 我说你想要做什么 我从来没有这样回答过 可是我现在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做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 我已经忘记了 有点像我已经忘记我以前 就是怀抱很多梦想等等 那样子的梦想 以前的时候 我会觉得自己很像残伤 因为我弟弟是我的手足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朋友说 我好像没有手没有脚了 我怎么活下去 那可是其实这一趟的旅程 我为什么会觉得 我要陪伴我的父母亲 是因为我 我希望我的父母亲 可以只有这一次能够去 更去了解他们的伤痛 而不要去掩盖他们 因为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 对 OK 那我要说的是 但是这一趟对你来说是什么 这一趟旅程对我来说是 我的感觉 我觉得我弟弟一直在我身边 这趟旅程我觉得 不是只有我们三个在走 有点像是他在公布那 姐姐你看 这个东西就是我之前看过的 我真的很想跟你说 我相信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也跟我们在走这趟旅程 然后我更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 你们可以去 用你们的生命 去让别人更了解 这一路走来的 伤痛 力量 爱与慈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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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了没 我要看一下 不要忘了 我们要走了 好 好 你要OK吗 OK 我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好 把它背回去 这一趟旅程圆满了 然后回去了 走啦 回去啦 我们一家就要一起离开印度了 四年前我们带着悲痛离开 留下一个蓝蚁磨灭的伤口 如今我们鼓起勇气 跟着点灯团队再度重返印度 不仅亲眼见证药尼日记中所说的点点滴滴 也帮药尾沿了他最终的梦想 感谢帮助 感谢帮过药尾沿的人 也感谢点灯团队 这次我们家人可以带着微笑离开 是这趟里程给我们的最好礼物 刘爸刘妈在整理药尾的遗物的时候 刘爸刘妈在整理药尾的遗物的时候 看到他在日记当中写下了 或许我现在不能做什么 但是我的梦想是想要把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给缩小 即使是一点点也好 因此他们决定要成立刘耀伟青年国际志工基金会 去资助更多像药尾一样的台湾年轻人去做国际的志工 去了解这个世界去帮助世界不同角落的人 今天是我们帝世界的入选者的颁奖典礼 我们很希望说 期待他们这一趟的国际志工之行 有非常丰富充实的收获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大利沙楼! 耶! 我们要去大利沙楼! 耶! 耶! 祝你大利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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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了网络的世界之后 就可以看到很多个美丽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生命也变得更有意义了 我觉得这边的小朋友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很敢讲英文 因为我们出国之后 做了派出第一次尝试的事情 可能第一次自己上台 第一次教小朋友英文 虽然我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 哈喽!我是柯里沙! 我现在在汇龙! 我要出生韩语! 来自台湾! 现在来这一首播歌! 上天或许熄了药尾的生命之灯 但他留下的火种 却点亮了更多的生命 肉身无法永恒 但是爱与梦想却可以 要伪用生命 成为了我们的人生导师 让我们带着他 不能够亲自完成的置业 继续向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词!